元旦連續假期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 湧現人潮 店家準備比平常還要多出 兩三倍的食材來因應 不過夜市之名的燒烤攤位 顧客排隊可是要等一個多小時 烤玉米攤箱透露 連今年中秋節人都沒有這麼多 夜市人潮滿滿滿 攤箱生意更是好的不得了 元旦連假大批觀光客 湧入花蓮 晚上當然要逛逛東大門夜市 我是從台北南下過來 開了多久 開了大概五個小時左右 塞車塞得很嚴重 晚上來到夜市 看到這些人潮感覺怎麼樣 萬人空巷 人怎麼這麼多 現在吃個飯到處都要排隊 你們有塞車嗎 半夜就提早先開來就對了 是為什麼怕塞車嗎 對 怕塞車 火爐上的玉米烤不停 還是無法應付湧入夜市的觀光客 元旦連假東大夜市 觀光客是平常的好幾倍 人潮爆滿移動緩慢 幾乎每個攤商前都會出現排隊人潮 至少都要等最快要半小時至少到平均一個小時 因為那邊有跨年嘛 所以我們這幾天我們店家都會多準備料 都準備大概幾倍的料 大概二三倍以上吧 可能還要快兩倍喔 那個中秋節去前年的中秋節沒那麼多人啊 昨天的時候是那個交通隊的就說那個應該塞車了 所以這裡很多人 那今天這裡教會特別都準備了一些調 有啊 有啊 多準備一倍以上 一天好了 疫情過後 東大門夜市又出現許久不見的人潮 元旦期間天氣晴朗 要到花蓮跨年追暑光的觀光客暴增 也讓夜市攤商們忙得不亦樂乎 記得學歷情花蓮報導